欢迎收看加车成双 我是一车品牌专家吴双 我是一车品牌专家普云家和 今天拿的这个车呢 破了三个纪录啊 它是我们拿过的所有车里面整倍质量最高的 三吨多的车 同时呢也是排量最大的 6.15升 还是最贵的一个 你给大家几个钱呢 大概就是北京二环礼啊 小富士 八位数的价格 如果说一分钱一分货的话 那这个就是打到头了 全新一代的老斯兰斯坦 这台车呢 从1925年诞生至今 单一车型以后 接近百年的历史 18代车型可以说是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不应该说叫评测吧 这个听起来有点 太过叶狼自大了 应该说带大家看看 了解一下 或者是说欣赏一下 我第一次感觉到 这个欢性女学的小翅膀一扬起来 这刚好是一个跟赵门是两点一线 能作为一个中心线的 你就瞄着它 你就瞄着 来来来 别别别 但是不得不说 这辆车尺寸是相当夸张的 这是一个标轴的一辆欢迎 标轴的概念就是 它有车长还是有5.77米 然后以及2米多的一个车宽 尺寸大概可以理解成 就是一个F150皮卡的尺寸 但是它可以买一排皮卡 对 这是爬爬摆一排 当然我挺意外的 我开始来说 就是对这车没有什么期待 你看之前古斯特也好 包括库里南也好 我就说我要开 我看这车从昨天到现在 我都挺淡定 很佛系 无所谓 因为我对它的驾驶体验 开始是没有期待的 是因为其实幻影的车主 绝大不可能是坐在后排 真正坐在这个位置 还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 不是一个工资很高的司机 还特别不够 是一个 说了伤 但是我很意外的 就是我开了这么半天 我觉得它这种大并没有影响到 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有压力感 因为我的整个转向操纵田 觉得特别可控 我转多少就是多少 虽然它这个方向盘子走成很长 然后圈数很多 但是我们每一个动作 我都是可预期的 对对对 因为它的这个转向 我在昨天开的时候 也发现它非常的轻柔 而且你车头的指向 比你想象的要准 要坏很多 然后你开着它 就好像在开一个船一样 然后你转多少 然后这个车身随之一晃 其实也挺好玩的 对就是这种 像有点像游艇的感觉 对对对对 很有意思 然后其实说完了它驾驶 咱们再来说说它动力 这台车它用的是一个 六又四分之三公升 就是6.75升的一个V12的发动机 这个数字也是个执念 对就是英国人好像对四分之三 这个数字有一种 对奇怪的执念 但它的最大功率其实是570亿马力 没有回发车 确实听着不多 你要这么大排量 你知道为什么 对它是为了让这台车 拥有一个更长的使用年限 让这台发动机的可靠性更好 之前节目也说过 老四S品牌诞生之后 到四那边就是80%的车还能上路 对 这是能传家的 换句话说 就是传给儿子什么 嗯嗯嗯 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这个动力 如果调得很暴走的话 它实必就会打破它很平滑的 扭矩平原曲线 没错 一旦打破之后 这个车的行驶了 就不会那么平顺 对 举个极端例子 就是A45 AMG 那大波轮 喘你一下 升公里巅峰 但是开起来就非常的不平顺 没错 但这个车就没有问题 一切的 就是为了让你最舒适的 驾驶以及最舒适的乘坐 对 而且你可以发现 咱们现在非常慢的速度行驶 它依然能保持一种很平顺 这其实在绝大部分的汽油发动机上 是很难做到的 这真的是实力跟你说 对 没错 但是咱们说完了开 其实我更想还是去后面看看 我不敢 坐在这个后面 我真的直签睡觉 老赛斯品牌 他们特别引以为豪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车的精益性 也是有隔绝性 因为隔绝性能让你存在一个 这种独立的空间 跟外界没有关系的感觉 当然也不能太安静了 有一群科学家做过一实验 就把他们去山洞里面 就是非常各级 非常安静的山洞里 待了两天 所有人都出现幻觉 所以也会有不适感 对 如果说这辆车停 每天就停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人都坐在里面 时间长的时候会晕眩会不适 所以说他们的工程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在车里面主动的加了一些底噪在里面 对 其实能听到一部分的噪音 但是你很难判断说这些噪音来源于哪 不知道从哪来的 但是你也不烦 就好像你知道科隆大教堂的音乐吗 这个词 就是很多人说科隆大教堂自己自带一个BGM 后来发现是这个风扶过那个管风琴表面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 很有意思 心打哑巴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空调出风口 他们也做了一个设计 就是说空调很多时候 你看夏天热的时候 一上来一开凹头呼呼的吹你 对不对 他们怎么办呢 一个是在空调的流道进行那些设计 避免它的流道有循环平静之类的 另一点就是很简单 多加几个出风口 这样它流速就变慢了 对 它每一个出风口流速就变慢了 包括你看我脚底的都有 对 还有其实除了静密性以外 这台车我觉得特别值得说的一点 就是它的滤震的表现 虽然你说滤震 你真的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就是漂浮的感觉 对 就是震动一个峰值 把尖砍了 底部砍了 流中间 还行 对 就流中间不让你讨厌的 不讨厌 这个不讨厌的词很准 对对对 其实除了得于它的空气平价之外 还得于它的车重 就是这台车 虽然它现在新的车 用了这个旋律合金的湿滑架构 降了一些重量 但它又把隔音材料的加上 我把重量抚回去 还是三吨多 就是车价轻了 我们就多加点家具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因为老四爱素的工程师 他认为 就是一定程度的车重 是可以提高这台车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它说的挺有道理 就是你在现在这种小排量的 这种轻量化的车上 你很难感受到过去那种 飞升载车身 然后那种大排量车的那种 很敦驰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 这个特质 其他品牌很难复制 一个是技术原因 还有一个是成本原因 成本 其实关于劳斯莱斯的内饰设计 我们之前在古斯特的那期 包括在库里南那期 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 但是幻影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副驾面前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官方叫意境藏真 听着就挺有意境的 这个的灵感来源于18世纪 很多贵族喜欢在坐马车出行的时候 随身带着自己喜欢的古文字画 可以随时的把玩 那还挺多趣味的 你不管它饿不饿趣味吧 反正这个也是符合这个车主 他们的一种喜好 所以这个位置可以看成是车主 自己私人定制的一个画廊 但这个意境藏真呢 其实劳斯官方他会有一系列的 已经设定好的设计方案 你也可以跟艺术家他们商量 然后打造成你喜欢的样子 甚至于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件艺术品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在里面 那我能在中间想的什么 非洲之星打算是吗 理论上讲应该也可以 但是如果做那么大的改动的话 可能会影响这台车的安全性 那这就意味着你没准据传言 可能得多买一辆 然后先把它撞了 然后验证它是安全的 你再第二点 当然这台车呢 它不是一台普通的老塞斯幻影 它是一个上海车展 2019年的一个定制版 所以可以看到这台车的配色 比如它有黑色橙色 还有白色 它并不是那么的死板 其实这个呢 也是符合这台车标准轴距的一个身份 可能这台车的车主 它相对来说年龄层的更低一些 可能更喜欢相对活泼一点这种配色 当然了 吴霜老师呢 还有更多想跟大家分享的 哎 行行行行 哎 记不记得你上海车家的时候 刚才是这次发布了一个叫 欢迎片 联资的 啊对 那个车里那个星云真的好酷炫 对 它是你那种啊 中间还有一个中心 当然这个星云 它并不是大家想到那么简单 插光线而已啊 要知道虽然光纤的那个光通量效率很高 大概就是九点几 但是那百分之零点几的这个能量 还是发热的 对啊 尤其是这个星空亭那边几千根光纤的 这个发热量其实还是蛮恐怖的 你知道它们怎么解决的 嗯 就是在里面装了好几个 据说是有四个散热器 为了解决这个光纤的这个 这个非热问题 而且他们这些散热器 还得工作的很安静啊 不能打扰这个车厢内的这个静力性 我虽然都不知道那个天赋典藏板 那个插满的这个全都是一个星云的 那是怎么解决的 嗯 这就是工程的智慧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自己随便改行 所谓星空亭很容易变得火烧鱼 对于劳斯莱斯幻影的外观 大家可以说是无比熟悉了 因为这样的造型其实出现在无数的文艺作品里面 比如有小说啊 有电影 有动漫 甚至还有游戏 很多游戏当中那些架空的车型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劳斯莱斯 这都要得于这个标志性的 帕同同神庙的这个格杉 当然对于幻影来说呢 它的设计其实跟劳斯莱斯其他车型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不是像大家所说的 哎 劳斯的车型是不是都长得差不多 幻影作为全系的一个旗舰车型呢 那它自然需要有它的气场 比如说它的车头的高度是仅次于库里南第二高的 整个车身的高度呢也是超过了1.6米 这对于一台轿车来说已经是一个可以说超规的这么一个高度了 但是我们更愿意把这台车叫做一个limousine 一个礼宾车 所以它自然要有更加高大的车身 从外面看上去呢也要有更好的气场 而且你坐在车里边呢也可以有更好的纵向空间 当然了除了车头高之外呢 这个欢庆女神也是全系最高的一个 这个也是它的旗舰所在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也没有两台相同的幻影 这种稀缺性让它成为了一些富商巨股 顶级明星的收藏 当然拥有者也可能是诸如文莱王室的苏丹 以及这个品牌酷香超长代替传说的 伊丽莎白二世 或许还有 拍得不错 这是家窜 开饭了 比重 建立 有